今天我们来回顾大雄的日本诞生 大家好,我是全书 因为这部大长篇的新版和旧版 只有在结局上有比较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视频将以新版为主 中间会补充一些与旧版的差异 故事一开始有一个原始人 在捕鱼回家后看到春子被烧了 随后他被吸进了一个奇怪的洞里 接着画面一转大雄又在被教育 妈妈要他改正零分的数学试卷 这个试卷也是一个重要道具 不过大雄回到房间后决定要离家出走 虽然之前几次都失败了 但这一次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大雄向哆啦A梦要了一些道具后就走了 虽然第一步有些坎坷但没有关系 因为后面几步也很惨 首先大雄用露营交流在空地住下 却遭到了大家的取笑 这主要是因为他之前出走都失败了 随后大雄被空地的主人赶走 是的,这片空地是有主人的 接着大雄就搬到了神奇的后山 但这里也算是私人土地 所以大雄又回去找哆啦A梦接任一门 这一次他选了一个被废弃的村子 结果这个村子是因为建了水坝才废弃 失望的大雄只能再次离开 另一边胖虎和小夫也离家出走 胖虎是因为不想帮妈妈干活 小夫则是因为妈妈安排了太多课程 同时静香也因为受不了妈妈的压力 而选择暂时出来躲一下 他们三个同时找上了大雄 没多久哆啦A梦也离家出走了 因为爸爸的部长要出差一个礼拜 所以才把自己的仓鼠放到家里寄养 就这样创世人组来到了后山 他们因为找不到一块空地而烦恼 小夫这时开始抱怨 地球的土地早在46亿年前就有了 是后来有人类才被划分的 于是大雄想到一个办法 他们可以回到日本人出现以前的时代 随后他们坐上了时光机回到过去 中间还遇到了时空乱流 安全起见他们赶紧定下要回到7万年前 这个时期日本应该是没有人类的 哆啦A梦先用游泳粉把时光机藏起来 然后他问大家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男生在这种时候就会显得比较幼稚 接着胖虎和小夫在散步时 遇到了一只野牛的攻击 哆啦A梦则立马拿出豆牛式解围 旧版遇到的是一只犀牛 接下来就到了全书最喜欢的剧情 哆啦A梦首先拿出原始生活套装 这个衣服可以根据环境自动调节温度 而那个长矛带有电机效果 随后大雄他们就开始画地盘 不过这个时期根本就没有人抢 之后哆啦A梦带他们建房子 首先胖虎用省力铁销开始挖动 他被封为建设大神 其次竞相拿到了花园高压气瓶 他被封为环境大神主要建造花园 再次小夫拿走我田园餐馆种子 他被封为农林大神主要种食物 最后哆啦A梦给了大雄 动物遗传因子安不平和克隆蛋 他封大雄为宠物大臣 虽然这看上去跟并马温一样有点敷衍 但大雄却从一颗连理书上得到了启发 另一边妈妈开始担心还没有回来的大雄 而那个原始人竟然被传送到了现代 一段时间后大家的基本工作完成了 哆啦A梦给了竞相无限遥控雨云 这个雨水里含有肥料 给了小夫无限遥控太阳 然后给了胖虎自动延伸自来水管 还有天然气管和下水道管 同一时间大雄培育的宠物也出生了 天马破嘎索斯来自天鹅河马 狮旧格里芬来自鳩和狮子 龙德拉贡来自鳄鱼路和蜥蜴 说明下漫画里面的龙是没有翅膀的 而动画新旧版里面都有 翅膀应该是来自于蝙蝠 另外大雄会这样配也间接证明了 他对那些神话故事有所了解 也许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大雄在哆啦A梦来时说自己睡了一觉 好在哆啦A梦还是留下了万能宠物食品美美食 到了半晚小夫的农田丰收 静香的花园搞定 而胖虎的房间也弄好了 接下来到了晚饭时间 小时候非常羡慕这个道具 虽然外表看起来像萝卜 但打开之后却有各式各样的美食 晚上大家一边欣赏极光一边享受自由 然后他们开始想家了 就把这里当作是秘密基地 大家暂时回去休息一下 新版在这里戏话了 孩子们回来后家长们不同的态度 大雄的妈妈并没有骂大雄 他其实非常担心大雄出事情 同时还给大雄留了晚饭 而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胖虎是因为妹妹拿了钥匙采样进家门 连静香也被家长训斥了 小夫则是被罚药学完一本法语书 之后大家约定每天离开三小时就好 接着大雄回到家时 哆啦A梦正在哭泣 他认为是仓鼠吃了他的铜锣烧 于是哆啦A梦拿出了明刀电光丸 要去载了那只仓鼠 同一时间小夫他们刚好来到大雄房间 其实这个铜锣烧是那个原始人吃的 他就躲在大雄房间的壁橱里 胖虎好不容易才把他打晕 之后大家把这个原始人带回过去 他们才发现他是真的原始人 哆啦A梦解释这可能跟时空乱流有关 简单说就是不小心进行了时空穿越 从这里开始故事进入主线 正常来说七万年前日本应该没有原始人 于是哆啦A梦带上大雄去调查 胖虎和小夫则去看一下附近有没有村落 竟相留下照顾这个原始人 在哆啦A梦用时空震荡计算器检测时 大雄跑去找自己的三只宠物 他们现在都长得很大了 那个诗旧竟然还喜欢捡棒子 另一边那个原始人从噩梦中醒来 竟相赶紧给他凉碗乐汤冷静一下 而胖虎和小夫这时正在玩水 在比憋戏时他们遇到一只大泥 就是巨型的娃娃鱼 旧版是一只大鳄鱼 危急关头胖虎他们被大雄给救了 大家在看到大雄培育的宠物之后 也都十分佩服 接下来我们开始梳理原始人的情况 他来自中国大陆的河县 在吃下酱油口味的翻译抹育之后 这个叫科科鲁的原始人 讲述了自己的情况 他来自光明族 在回村的路上被拖延吸走 也就是遇到了时空乱流 村子遭到了暗黑族的袭击 他们总喜欢追着光明族打 据说被抓的人都带去了北边 暗黑族的靠山是精灵王居尊笔 难得大家以为所谓的精灵王 不过是原始人不了解自然现象 而产生的一些误解 于是他们决定明天去帮科科鲁救人 晚上又到了大雄的夜化时间 科科鲁因为害怕敌人偷袭而守夜 大雄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 还是给科科鲁留了一件毛毯 隔天早上科科鲁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去 因为他不想连累大雄他们 接着哆啦A梦就让科科鲁 带上足蜻蜓飞了一下 他说这是他命令风精灵做的 大家还说哆啦A梦也叫多拉尊笔 是一位伟大的巫师 这样的方式科科鲁会比较好接受 然后大家就一起出发 在旧版里是金香和大雄骑的飞马 而新版则是大雄和科科鲁 另外这个时期日本和中国大陆是连在一起的 主要是因为冰河时期结冰增加 水也就相应减少海平面下降 因此他们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 过程中小夫突然想到 日本人的先祖是从中国过来的 多拉A梦补充了还要从朝鲜 西伯利亚以及南边岛屿移居的人 他说人类起源于远古非洲 花了几万年的时间走遍世界各地 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抵达村子 不过这里已经基本被烧没了 在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 多拉A梦拿出巡人手杖开始追击 为了不打草惊蛇三只宠物暂时留下 没多久他们就找到了被抓的光明族 多拉A梦打扮成精灵王的样子 利用雷电击退了黑暗族的人 谁知轿子里还有一个土精 他是居尊比的部下 这个土精的冲击波威力十足 多拉A梦是利用闪避斗篷才将其打碎 之后为了帮光明族彻底摆脱黑暗族 大家准备把光明族带去日本定居 中途他们先为河县看了一下 而那个土精之后竟然从碎变恢复原样 所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在回到河县的时候 大雄找不到他的三只宠物 虽然很伤心 但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要把光明族带去日本 来到日本后光明族就开始建房子 他们也十分热情地款待了多拉A梦 旧本的话是在晚上举行的宴会 之后胖虎他们也一起帮忙建房子 而大雄这时还在担心那三只宠物 然后就轮到了克克鲁去安慰大雄 以前克克鲁养过一只狼仔叫乐乐 在一次捕猎猛马象群的时候 乐乐不见了 从那天起克克鲁每天都会吹狗哨 一个月后乐乐又回到了克克鲁身边 他是想以此来安慰大雄 那三只宠物一定会回来的 在村子建完之后 大家也准备回去 此时在北方的永岸光里 据准比正在对办事不利的土精发脾气 旧版的土精只有一个 而新版则多了四个 另外多拉A梦其实带了一片土精的手腕回来 这个东西在砸碎之后还可以复原 多拉A梦从未见过这样的物质 他拜托多拉美进行调查 多拉美说这个东西叫形状记忆陶瓷 具体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对了旧版是没有多拉美的 而新版的多拉美在最后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得知情况后大家回到过去 结果光明族的人又被抓走了 据准比留下一段全息影像 他说人我都抓去永岸光了 有种你们就过来救人 于是五人小队再次出发 不过这一次的路程比较远 在经过零下五十度的山脉时 竹蜻蜓无法继续运转 然后多拉A梦就拿出了 十悬浮列车游戏层所 这个东西启动之后时速接近400公里 一段时间后他们来到一处洞穴休息 长版的胖虎直接冲出去要找人 还好多拉A梦及时南下 他拿出了一个救援药瓶 并让药瓶闻了下大熊的零分试卷 这样药瓶就可以根据七位寻找大熊 瓶子里的营养饮料可以急救 不过这个瓶子出发没多久 就被土井给消灭了 此时大熊开始出现了幻觉 淘卵炉的爸爸不管他 喝热汤的妈妈也不管他 之后还有一个大熊出来数落自己 然而大熊并没有因此放弃要救克克鲁 接着他吹熄而出发时捡到了狗哨 然后他的三只宠物就来了 这里跟旧版就完全不一样了 旧版是藏在猛马巷里的时光巡逻队 在救了大熊之后留给他一个发信器 然后那三只宠物才过来的 另一边小夫在洞里发现台阶 其实这里就是永安宫的路口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 被做来做苦力的光明族人 因为情况紧急多爱梦拿出 神器之一超强停尸表 这个功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由于需要解救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多爱梦先用穿透环安排路线 结果他却来到了一个高科技的地方 剧尊比随后出现在多爱梦面前 他说自己已经解除了时间锁定 多爱梦这时才明白 这个剧尊比根本不是什么精灵王 他是来自未来的时空罪犯 就是那些妄想随意改变历史的人 剧尊比在地下建立秘密基地 主要是为了躲避时光巡逻队 他在这里搞了一个压空间破坏装置 用它就可以任意制造时空乱流 之前多爱梦他们遇到的只是测试 这个装置可以破坏掉时光隧道 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可以进来这个时空 然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接着多拉尊比和剧尊比 来了一场近战法师的较量 结果多爱梦竟然不是对手 这个剧尊比具有可以分解机械的能力 他是来自于23世纪的 比多拉艾梦还多了一个世纪 随后大家就被抓起来处刑 危急关头大雄带着三只宠物过来救援 路上他还顺便解救了光明族人 接下来就是一场混战 多拉艾梦先用超级连着枪制服了土星 然后他们就去追剧尊比 剧尊比这时准备启动压空间破坏装置 他让两个猛马像雕像拦住大雄他们 这个雕像也是用形状记忆陶瓷做的 他们体型巨大 所以超级连着枪没有用 在克克鲁的提醒下 大雄想到可以用游泳粉让他们沉下去 然而这个期间压空间破坏装置已经准备完毕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能源柱 在多拉艾梦没有合适道具的时候 克克鲁直接跳了上去 他奋力凝断了能源柱停下这一切 最后多拉艾梦用克克鲁的长矛 成功打中了聚尊比 因为这不是机械所谓聚尊比无法分解 多拉艾梦还说伪造出来的历史 是绝对不肯战胜真正的历史 然后时光巡逻队就来了 因为多拉美在调查完之后发现 那个形状记忆陶瓷属于23世纪 所以他找来了时光巡逻队 就这样聚尊比被抓永岸攻被炸 而在旧版里时光巡逻队的出现 是因为大雄暗下了发心器 接着故事迎来了尾声 克克鲁他们在日本定居 他把狗哨送给了大雄 至于那三只宠物要被带去幻想动物园 毕竟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时空 在做了非常艰难的告别之后 大雄他们也回去了 早上妈妈进大雄房间看到 这个傻孩子把试卷都改对了 妈妈说了一句 欢迎回家大雄 之后片尾曲响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胖虎真开心的帮妈妈干活 小夫在认真学习课程 静香的钢琴表演 让他的妈妈非常欣慰 哆啦A梦好像爱上了尊币的装扮 至于三只宠物也过得很开心 克克鲁长大后成为了组长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全书 我们下期见